记者王轩晴新北报道,毛姓男子金晨驾车载住40岁的杨姓老板行经新北市八仙乐园前时,疑似自撞护栏失控,整辆车飞越中央分隔岛停在对向车道,不料警方到场时,却找不到驾驶,这才接获报案,在距离事故现场600公尺的路口找到因车祸全身擦挫伤的杨男,赶紧将他送一击酒。 目前正在寻找毛男道案,厘清车祸原因。 警方调查,金晨二时许,毛男驾驶妻子的旧旅车,在中央姓老板行经中山路三段往巴里方向,却在八仙乐园前突然自撞路边护栏,失控飞越中央分隔岛,逆想停在对向的那侧车道,车体严重损。 没想到,警方到场时,毛,杨两人都不见踪影,只留下撞了休旅车,随后警,销货报。 杨男跑到距离车祸现场600公尺处的路口求救,赶紧前往查看,发现杨男手部,胸部擦挫伤,头部撕裂伤,所幸送医后暂如生命危险。 杨男向警方公称,自己当时坐在副驾驶座,却突然发生车祸,驾车的毛男突不逃逸,他因受伤,也离开现场,找人求救,但不知道毛男有无受伤,为何离开。 警方表示,调查后发现该辆肇事的休旅车为毛男的李姓妻子所有,李富也表示车子是被丈夫开走,但不清楚丈夫带着老板去哪儿,目前车辆交还李富,并通知毛男道案说明,厘清车祸原因。